最近很多老伙计说老张你怎么不这个窜息式更新了啊 最近因为做的大片比较多 所以呢我专门在中间做一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在干什么 未来呢应该会发三支片子 然后很多老伙计 包括我自己买了很多好玩的新东西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开箱的分享 这支片子发布的时候可能在上一周已经发布了老张整活的最新一期 就是这个 很多老伙计呼吁的要做的iMac的台灯 就是iMacG4的一个改造 这里面呢我放了一个迷你的主机 最离谱的是它里面被我放了一个非常小巧的迷你版的4060 然后这一切特殊的东西都会聚焦在这后面的一个按钮 就是这个 我管这个叫做次元切换按钮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上期的视频 你赶紧去看老张整活的最新一期 除了这个改造 暑假的时候很多无聊的老伙计在家看孩子 是吧手是不是有点痒痒你看我给大家又准备了一个新玩意 跟着我来 这期视频应该也会很快发布 很多80后的回忆就是光枪 以前在游戏机厅里面玩机台的那个打丧尸的游戏 那里边还去玩了呢 现在大概要两块钱一局了 我就做了一把真正的光枪 它跟我显示屏的这个红外线发射器组合起来 就变成了一把真正的光枪 不是再一次强调 不是体感的光枪 然后最牛的是我做了一个模块化设计 就我把所有的光枪的配件都完美的集成在这个枪壳的内部 这是一个真正的可以抛壳的枪 你可以在里面加软子弹的啊 小孩还可以拿去玩 这是你的玩具 你的孩子玩够了 睡着了是吧 然后你把这个看啊 往里一插 锁定 这就是看到没有 还带退堂的啊 这个视频应该很快会发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80后的回忆啊 第三个呢 就是之前我不是给大家分享雷电硬盘盒 我不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 把它变成显卡屋的一个老张实验室 咱不试验成功了吗 完了老张的后台爆了 说老张你这个做好人做到底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电源怎么弄 硬盘盒选哪个 硬盘怎么固定 转接卡怎么拧 什么这个 什么IO挡板被C口挡住了 对吧 那OK 老张就看很多老伙计的呼声 所以我下一期会给大家直接做出来一个 我现在还在还在 雕琢这个壳子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会用 几十块钱的成本 就让你拥有一个显卡屋 并且它比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雷电显卡屋 可能还要好看啊 所以它大致的一个样子就是一个背靠背的样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显卡会这样的装上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全漏的设计 你不用看我这个大红裤衩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底座 这是一个模拟的 它会和这个边完全齐平 它的后背是一个服务器的电源 会严丝合缝的跟它搭在一起 服务器的电源 没错啊 它是我会有一个改造的过程 但是非常简单 这个事就是我最重要把它做成 谁都能做 非常便宜 非常离谱 非常好看 会做成这样 这个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我会好好的去打磨这个外壳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收到的一些好东西 阿卡西斯的老伙计呢 听到我要做这个显卡屋 说我们最近出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雷电拓展屋 你要不要先试一试 我说那不用还咱就试呗 型号 DS9007各大电商 你想买的话自己去买啊 这老张就不送了 因为我自己有用 好吧 这是21和1的雷电4的拓展屋 一般的拓展屋是11和1 12和1 13 14 但是20和1的非常少 这是21和1 一般分成两种 一种是千元以上的 一种是千元以下的 主要区别是千元以下的 一般是无元的 不需要插一个电源 但是一旦无元了 它就是你的一个电能消耗的机构 所以呢 它就不能给你的电脑供电 它成了你电脑的一个配件 1000块钱以上 一般叫做有元设计 就是它需要插一个电源 但是好处呢是 它插了电源 它就可以给你的电脑供电 你的电脑就省了一个电源 所以你的拓展屋就成了你某一个地方最核心的一个设备 你所有东西都插上去 电脑往上一插 就给电脑供电了 另外呢 就是1000块钱以上的 一般就会有下星雷电接口 什么意思 就是菊花链嘛 你接近来一个雷电 就可以再拓展出两个雷电 所以你用了一个雷电 却多出来两个雷电 就可以拓展更多的雷电设备 就一个拓两个 两个拓四个 四个拓八个 还有呢 就是雷电本身是支持雷电网桥的 你如果有多余的雷电接口 直接用雷电线和另外的雷电设备连接 用雷电线连接 可以组成一个40G的 40G 大家知道什么感觉 就是4万兆的网络 真正的网络 这两个之间是可以SMB共享 可以共享设备 可以传输文件的 这两者之间就叫做雷电网桥 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拓展出两个下行的雷电接口 所以可以给你的雷电设备 可以在外接了雷电硬盘的同时 再做一个雷电网桥 或者说可以组成两个雷电网桥 它可以是一个 你的电脑可以变成一个雷电的G网 或者雷电的交换机 雷电的数据中心 所以你的主电脑连上雷电的硬盘 就可以共享给其他的雷电的电脑 来用你的移动硬盘 这个就玩法非常极客 这东西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总之就是看接口有多丰富 它可以同时输出三路的电 首先给你的主设备输出90瓦的PD供电 然后它可以给设备端 比如说你的外接显示器 Type-C的外接显示器 或者雷电的移动硬盘盒 供电30瓦和15瓦 共计135瓦的外接供电 这个是扩展屋的一个样子 下面是一个防滑垫 你可以把它接掉 这是前面电源开关 SD卡度卡器 TF卡度卡器 耳机耳麦复合接口 10GB的USB3.0 Type-C 支持PD30瓦的Type-C 这就三个Type-C了 你就说你啥设备还不够你插了 这玩简直就是随便插 这两个是USB2.0 那就是鼠标键盘 然后两个10GBPS满速的Type-A 你可以插什么移动硬盘之类的东西 这是正面 背面你看就是插一些不长插拔的东西 一个10GB的Type-C USB写一 然后一个HDMI 这写着8K 60Hz 或4K 120Hz 4K 144Hz 就是满速HDMI 2.1 标准接口 后面有一套分离的麦克风接口 耳机音响接口 10GPS的USB3.0接口 诶 终点来了 2.5G的电口 然后这边这是40GPS的雷电4 下行接口 下行接口 然后这是上行接口 90W的上行接口 这是拓展屋的外部供电接口 所以你插完之后 后面几乎插满 放在后面 露出来就是前面 你可以插油盘什么的 老张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 你要么就干干净净的 要么就全是接口 怎么方便那么来 要我说呢 这东西有一点不完美的地方 我知道老伙计们要什么 就是想要它集成一个 NVME的硬盘插槽 就是它既是一个拓展屋 同时直接在里面集成了一个 NVME协议的硬盘插槽 这一条行为 这一条好 是边躲